为确保游客和演职人员的健康与安全 上海迪士尼乐园将实行提前预约制 控制每日入园游客量 游客必须在到访乐园前 通过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官方线上渠道 提前购买指定日门票 并获取上海迪士尼乐园预约码 年卡执卡人也必须提前预约入园日期和时间 获取上海迪士尼乐园预约码 除上海迪士尼乐园预约码外 在入园时您还需要携带这些物品 首先政府签发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 不接受电子件或付语件 其次入园当天生成的健康防疫码绿码 最后所有游客在上海迪士尼度假区游玩期间 必须全程佩戴口罩 仅用餐时出外 当您准备进入上海迪士尼度假区时 首先会经过健康检查点 请遵循现场演织人员的指引和地面上的标识 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 从这个检查点起始终佩戴好口罩 在该检查点您将会被要求 通过体温检测账榜 您的体温需低于37.3摄氏度 方能进入度假区 出示防疫健康码绿网 之后您将前往安全检查点的排队区 请在此出示您的上海迪士尼乐园预约码 并继续保持安全距离 在安检处 请展示您所携带的包带内的物品 在您抵达检票闸击口时 请出示同行的所有游客的有效身份证件 用于预定门票的身份证件 需与现场出示的身份证件保持一致 进入乐园后 绝大部分景点 游乐项目 娱乐演出 以及商店和餐厅将在控制客容量的基础上运营 在乐园内各个景点游玩时 请在排队时保持安全距离 在入座时与非同行游客之间流出一个空位 针对单个城旗设备较小的游乐设施 每辆设备上仅限同行游客搭乘 请在每个景点的出口处 使用免洗消毒洗手液 迪士尼朋友仍然会与大家见面 但将稍作调整 确保安全距离 在餐厅就餐时 请选择未放置提示卡的餐桌就座 提示卡表示 该餐桌应保持空住 在商店购物时 请紧触碰您想要购买的商品 且我们建议您采用无接触支付方式 一天游玩结束后 请有序离园 若您需要丢弃使用过的口罩 乐园和度假区各处 都设有废弃口罩专用垃圾桶 期待下一个在迪士尼的神奇一天吧 以乐园无作异采quele 面文静